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有一副亮白的牙齿,笑起上来都会变得特别自信 坊间有不少声称可以美白牙齿的产品 网上又有很多美白牙齿的教学 到底是否真的有效果,对牙齿有没有伤害? 今集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临床教授朱镇鸿会上来和我们讲解一下 不同种类的牙齿美容方法和要注意些什么 朱教授你好 Kendy你好 朱教授,不如我们先讲一下,牙齿本身应该有什么颜色 牙齿由发狼质和里面的橡牙质组成 而里面的橡牙质是比较微黄 外面的发狼质比较通透 牙齿的颜色是取缺于里面的橡牙质和表层的发狼质造成的 那有没有什么人呢? 其实他们天生的牙齿会是比较黄或者灰的呢? 有的,牙齿会有不同的颜色 第一种呢,是牙齿里面的颜色不同 如果发狼质的问题的时候,它会有橡牙质 因为药物或者发狼过程呢,它可能会大灰 那会造成牙齿比较灰的了 或者在发狼质里面呢,它有一些枯化斑也会影响到牙齿有不同的颜色 那当然啦,除了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我们的饮食习惯 譬如简单的奶茶咖啡也都可能令到那些牙齿会上色的 我知道朱教授都带了一张照片上来和我们讲解一下牙齿的颜色 那不如我们先看一看那张照片的病人其实有什么问题 它本身里面的牙齿呢,是由于橡牙质呢 是有一些四环素的影响 所以这些牙牙呢,是不太适宜去漂牙的 而漂了牙的效果呢,也都未必是很理想的 刚才你提到四环素呢,其实是什么呢? 和会怎样影响牙齿的颜色? 四环素呢,是很常用的抗生素 也都很有效的抗生素去处理一些发烧的问题 在早时间,在六、七十年代是常用的抗生素 所以香港一部分人,他们现在通常是六十至七十年代 牙齿就很容易有四环素的感染了 但是后来都发现到四环素会影响到牙齿 所以后来的医生都不会用在小孩去牙齿发育的时间 刚才朱教授都有提到说 其实饮食习惯都很影响我们牙齿的颜色 如果有某些人可能戒不了这些饮食习惯 如果吃完某一些食物之后 我立刻朗口或者蚕牙 那样可不可以维持到牙齿的美白呢? 都未必一定做得到的 那当然啦,如果你少喝点咖啡 少喝点奶茶会减少了上色 另一个方法呢,就可以近一些牙医 因为牙医可以用猪瘀方法去洗走这些颜色 也不会影响牙齿的 在你们牙医的角度来看 其实牙齿怎样才为之是健康呢? 我认为一个牙齿健康呢 就是它没有蛀牙 而它周围的组织 它牙周的组织 也都是有健康 巩固了牙齿 它的功用就是吃东西 讲东西 当然美观都是重要的 那这三样可以达到健康的了 那不同的人 它的牙齿的颜色有少少不同 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和健康是没有关系的 市面上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美白牙膏 不少人都会很早晚地去用 去看看是否真的会有这个美白的效果 是啊 那就看一看那些牙齿 它变了颜色的原因 如果是外在的 例如吃烟 或者是咖啡茶漬 市面上的美白的牙膏 其实主要靠那些美白粒子 去磨走这些表层的沉淀的那些绩 是可以产生的效果 但是如果牙齿内在 是有颜色灰黄 那这些美白牙膏 就没有什么效果的了 我也都有听人讲过 其实这些美白牙膏 长期去用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牙齿有些不好的影响 是否真的 也有机会 因为由于它用磨擦的粒子 去磨走表面的绩 也有机会将表面的发浪质 去整薄了 是有机会 如果长期用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牙医最常用的美白牙齿方法 又会是哪一种呢 牙医首先会看一看病人牙齿 它灰黄的原因 或者是病人的期望是哪一样 如果牙齿是由于表面上的绩 例如烟绩 或者咖啡绩 影响牙齿 令牙齿变灰 或者变颜色 牙医就可以用一些方法 把这些绩子清除 这是外在清除颜色的方法 但是如果牙医 发觉牙齿的颜色 是由内在的原因 牙医就用一些漂白剂 去漂白牙齿 朱教授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现在片段里面的做法 其实是否都会常见 以及是怎样做的呢 是啊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照片 我们这个牙齿的颜色是内在的 换句话 我们怎样拆 都是不会拆走里面的颜色 而牙医比较黄 我们就选择用漂白剂 放在牙齿上 你看到这些牙齿 我们会用一块胶 保护它的黏膜 令到漂白剂 不会伤害黏膜 而漂白剂 就可以将黄的牙齿漂白了 我们用灯 可以加速漂白的程序 刚才我们在片段中看到的那些漂白剂 其实它里面的化学成份 对我们的牙齿有没有什么伤害 以及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那些漂白剂 是将发狼针里面的胸隙的颜色漂白 它也都可能很简单造成 会小部分的 我们叫Microcrack 但这些它是会自动修复的 所以一般来说 可以这么说 对牙齿的副作用是不大的 我们不如又看一下 朱教授带上来的这张照片 其实是否一个做完漂牙療程的病人的效果 上面是漂白 下面没有漂白 我们看到下面的牙齿 戴灰 戴暗一点 上面的牙齿漂白了之后 是色澤光一点 看上去光静一点 但同样 由于它的牙齿戴灰 也都发狼针 有些枯化斑纹在那里 所以漂出来之后 虽然牙齿是比较光亮了的 但是它的枯化斑也都明显了 而灰色的情况 由于白色的对称 可能也都会更加明显的 究竟病人接不接受呢 有些病人是喜欢牙齿光亮一点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它漂完之后 它想着整排牙改变 那这个期望 就超过外实际的效果了 市面上也都有卖一些 藍光漂白牙齿的机 或者一些美白牙帖 标榜自己可以在家做到一些美白的療程 其实这种的产品是否安全 以及效果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般不建议病人 自己去漂白牙齿的 因为第一最简单 就是牙齿的颜色不同 究竟是什么原因 病人是不知道的 甚至有些是因为注牙的原因 令到牙齿黑了 所以我们很建议 如果你要漂白 一定要看牙医 让牙医知道 究竟牙齿颜色不漂亮的原因 是内在 外在 或者其他因素 而针对的原因 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案 去帮助牙齿更加美白 所以我是绝对不赞成 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美白的效果 近年其实网上也都流传了 不同的美白牙齿的偏方 例如是用一些梳打粉 自制一些牙膏等等 想问一下朱教授 有些什么建议 可以给想试一下的观众 正如我说 一般很多的产品 是需要经过卫生署 或者外国的药物 及食物的管理局委员会 测试过 才用在牙齿身上 我是完全不建议 也都正如我说 牙齿的黄 它有很多原因 如果我们貌貌然 不知道原因 它用不同的方法 做出来很多时候有反效果 其实想牙齿又白又漂亮的话 有没有什么有效 有正确的提示 可以给到观众参考 当然有了 美白的牙齿 我觉得最重要是见牙医 希望港大的观众知道 我们看牙医 主要是防止问题的发生 或者我们将牙齿做得更健康 更漂亮 跟一般我们看医生不同 我们很少说 一年会走两次去看医生 但是牙医来说 我们建议大众 多一些去看牙医 去看一看牙齿 有没有什么需要去保养 或者怎么样去做得更漂亮 这个都是要见牙科医生 而牙科医生的职责 是保养牙齿 令它更健康的 就不是说 到有事 弄了牙齿 我们才去看牙医 我们谢谢朱教授这么长重的讲解 今集的时间又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